哈喽,小朋友们好 我是托马斯小火车 我今天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 是不是很漂亮呀 嘿嘿 今天我给小朋友们带来了 海底小纵队的八个队长 还有一个七彩葫芦 葫芦,是不是很漂亮 我们先看看这个葫芦 还有七种颜色哦 还能存钱 就是硬币投入口 拆完了它就能当做存钱罐使用了 再来认识一下颜色 小朋友们认识几种颜色 绿色 橙色 蓝色 红色 紫色 紫色 黄色 粉色 里面还有一闪一闪的灯光 哇 真是一个神奇的葫芦 快把它打开看看 到底是什么在发光呢 哦 看到了 上面 有一个闪光灯 明明的灯 明明的灯 这个葫芦呢 也可以当做鸡木碗 每一种颜色都能拆下来 要拆开下面了 哇 更好玩的 还有好吃的都在这里面呢 两块 果肉 果冻 是猕猴桃味道 果冻 还有一个可以发光的一枚戒指 嗯 为什么这个不能发光了呢 可能是坏了哦 这是一只小动物 像是可爱的小白兔 这样把它带在手指上面 嘿嘿 很可爱呢 把个队长来咯 包装造型很棒哦 哇 有点舍不得打开了 又写到耳朵了 可是一想到和小朋友们分享玩具 那么的开心 我们就把它把它拆出来了 到底是什么呢 哇 两块原味奶片 好吃 有营养 还有贴纸 刮鸡 一张卡片 看出来了吗 上面是谁啊 哈哈 就是我们的巴克队长 他一会儿吹着口哨 一会儿坐在海龟身上 哦 好好玩的卡片 还有呢 串串猪 好多漂亮的小猪猪 还有巴克队长贴纸 一根皮肌 把猪猪穿起来 可以戴在手腕上面 也可以是衣服上面 书包上面 可以当做首饰 也可以当做挂件哦 小朋友们 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 订阅哦 拜拜